大家好 今天事儿聊二年的9月1号 星期四 我们一起来继续扯断菲律宾的事 这几年来菲律宾找对象的朋友 越来越多了 主要是男找女 也有一些中国女孩 在菲律宾找菲律宾爷们的 一开始我对这也挺吃惊的 现在我已经见过不怪了 但是现在我把这事 跟周边的朋友去讲 有些朋友还是挺吃惊的 怎么找菲律宾爷们 中国爷们不够了吗 还是中国爷们都死光了 非得还没找菲律宾爷们 其实这个就是 我对菲律宾这边 还是有点不太了解 其实在菲律宾 有些地方上 确实是有些名文忘足的 名文忘足 这个是真的力量很大 可能能掌控一个镇的 一个市的 甚至一个省的 从政治也好 还是经济也好的 命脉 有些真的是很牛逼的 真的是我们这些菲律宾穷人 比不了的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 你说人家想通过结婚 跨越这个阶层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这个无可厚非 这是人家自己的选择 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生活能多几个跳跃 然后当然了 来菲律宾找对象 上当的人也很少 但是我这边也有几个成功的 所以今天我就想把这几个 成功找到菲律宾姑娘 并且喜悦连理 生活还不错的朋友的 这个作物经验 给大家说两句 我给他们总结了一下 给大家说两句 希望对这个 目前想找菲律宾姑娘的朋友们 有个帮助对吧 少入坑 也能找到吧 关键是找到呢 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所以总结了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 他们的经验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找这个菲妹 一定要看这个菲妹的职业 这个很重要 这个职业呢 不是说 简单看看他是不是 就是有工作 对吧 因为他有工作呢 可能呢 今天在这儿呢 干三个月的服务员 在那儿呢 干两个月的这个收音员 这个呢 工作呢 体现不了什么 算是一种打零工的表现 他们说的这个工作呢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菲妹啊 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 这个职业生命周期啊 当然这生命周期 不一定是完结了 就是他还在这个工作中嘛 对吧 就是在这生命周期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有稳定 且带有一些职业技能的 这些工作呀 就是这些工作的这个菲妹啊 一般来说呢 思想上呢 是比较成熟的 也比较独立的 有是非观 所以呢 如果你去跟他搞对象 谈恋爱啊 他们呢 如果真的是能投入进来 也会对这个婚姻啊 有一个规划和期待啊 所以这样的成功几率呢 是会比较高的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吧 就是收 这个收入还算不错 所以他们的这个物质上啊 就是物质生活上 应该是远远的超过了 一些菲律宾底层 底层女人的这个 这个物质生活的水平 所以呢 怎么讲呢 就是吃过见过 对吧 肯定是比本地 大多数的这个底层妇女呢 是要吃过见过的 所以呢 你跟他去谈呢 他也不会为了300批500批 2000批的去骗你 因为人家也觉得 这东西不值当 人家也会衡量一个标准 所以你要是这种情况呢 你跟他去谈呢 成功几率呢 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经验呢 是一定要呢 去到他们家去 做一个背景调查 因为菲律宾呢 没有 就是没有这种彩礼的一说嘛 但是也不妨碍你去 人家家里头拜访 一样父母 毕竟你把人家 姑娘给拿走了 对吧 去走了 你还是要到那边 去聊一聊的 那么去呢 看两方面 一个呢 是看看人家的家庭情况啊 然后呢 看看你这个姑娘 她的妈 大概什么样子吧 因为这以后 姑娘长得都随妈妈 对吧 这个看看以后 你这个菲律宾媳妇的 一个发展的未来是 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吧 在这个性格呀 这个老了以后 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 看清楚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看看她有没有未婚生育过 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呢 菲律宾小姑娘一开始嘛 比较懵懂啊 就不要心就先生了几个孩子 到你这儿呢 跟你结婚呢 你还得带几个铜油瓶 有朋友是不太乐意的 对吧 她呢 也会可以隐瞒 这也见过 所以要注意这件事情 别回头到时候呢 您跟她同居了 一不小心呢 没成她老公 成了她第几个孩子的爸爸 那您就尴尬了 因为这个是有案例的 我们这边有一朋友呢 跟一个菲律宾小妹呢 就同居了 同居完以后呢 还准备结婚的时候 发现啊 这小妹之前有过一个孩子 那么想分呢 也分不了了 现在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妹啊 也怀孕了 然后呢 也给她生了一个孩子 她还在那个出生纸上 签了字了 现在呢 这个小妹呢 就拿着出生纸啊 指这个签字 每个月管她要8万匹的奶粉钱 她就很痛苦 对吧 你说结不结婚 这个结婚吧 你还得带一个 不是自己的孩子 她不太甘心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你经济能力 可一定可以带 这没问题 但是对于她来说 就不太甘心 另一方面呢 她也觉得8万匹 一个月的奶粉钱呢 太他妈贵了 也不想给 现在所以呢 想往国内跑 但是心里 她愈心不忍 为什么呢 那孩子是自己 那个 现在这孩子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很矛盾 很矛盾 所以这个被调啊 一定是要做一做的啊 否则的话呢 你不可能会出现 这样类似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我说的啊 这个菲律宾的好姑娘呢 经济都独立 不会轻易的关你借钱 那么 很多这个 上当的人 为什么会上当呢 就是因为 就是说找这个菲律宾对象吧 成天管她借钱 让她给这个整个家里头 一开始给她扶贫 后来给她家里扶贫 再后来给他们村儿扶贫 最好呢 能给这个省里头 成立一个扶贫基金会 那你就别费劲了 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吧 其实这种事呢 以前也讲过 其实不在这儿赘述了 反正关你借钱的菲律宾姑娘吧 基本上呢 最后成功的几率不大 不大 第四个呢 就是找菲律宾姑娘吧 漂亮的呢 一般都是混血的啊 可能带点这个东欧血统啊 还比较多一些 或者是美国血统啊 这个西方血统的啊 这个都比较漂亮一点 本地的这个菲律宾土著啊 就是原生的这些菲律宾人啊 其实长得还是挺难的啊 挺难的 除非呢 你是比较喜欢这种瘦小枯干啊 这个毛囊 毛囊分泌茂盛盛的啊 这些的啊 那你就可以找本地的 这个菲律宾土著姑娘 否则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找呢 想找漂亮一点的 就找那些混血的 无论是小哥哥 还是这个菲律宾小妹啊 混血的都是很好看的 说到这儿呢 多说一句啊 你看我们这个省呢 叫Negros啊 Negros的意思 就是黑人嘛 就是我们这个省呢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小黑人省啊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岛上的原住民啊 都是又小又瘦又黑的 那现在其实你来我们这岛上呢 基本上很难找到这个原住民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都混了 跟华人混 跟马来人混 跟印尼人混 跟西方人混 所以很多很多这个 菲律宾人吧 我们岛上菲律宾人一看 基本上能看出来 他跟谁混的 比如跟马来人混的 一般都比较胖 就是体型非常的 就是硕大 咱们能说说非 反正挺硕大的 跟华人混呢 一看那个面相 对吧 一看那个卸顶的状态 差不多就是 这个有华人缺统 然后那西方人就别说了 高鼻梁 对吧 那个水王的大眼睛 这基本上就是跟西方人混的 那你看我们本岛里边 原住民也有 但是很少了 现在基本上呢 都住在我们这边 一个叫道音的地方 道音翻译过来叫什么呢 叫做种长相交的西埃人部落 所以呢 有兴趣的朋友啊 你们想找这个原住民 又想着找这个 又小又瘦又黑的 就去我们这个岛上 叫道音那个地方看看去 也许呢 还有这个 又小又瘦又黑的 这种的姑娘 那么第五个呢 注重一下这个 宗教问题 因为毕竟咱们中国人嘛 大部分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但是菲律宾人都有 你能不能接受他的信仰 对吧 他能不能接受你没有信仰 这个呢 你们最好是体型沟通好了 或者呢 谁想谁妥协 对吧 你就随着他 也入了这个天主教 对吧 或者你随着他 入了这个绿教 这也都可以 别回头到时候 结婚了以后 他觉得 你根本不尊敬我这宗教信仰 到时候就挺麻烦的 因为 在菲律宾本国吧 你要在本国扯的这儿 你是不能离的 除非你是跟着他 在中国扯的这儿 你可以离啊 这个没问题 基本上吧 就以上这五点 但我觉得最重要呢 还是前两点 第一呢 看他的职业背景 为什么呢 看他的职业背景呢 知道他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吧 有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第二个呢 看他的家庭 就知道他的这个个人修养啊 家庭修养 大概在什么一个水平线上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其他那三个嘛 风俭游人 不能叫风俭游人 就是随你自己 对吧 你是喜欢那个 那个情况呢 对吧 然后呢 你需要不需要他多挣钱 对吧 你需要不需要在宗教上 向他靠拢 这个就是看个人了 这个比较好解决一点 得了 今次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明明再继续扯弹飞冰的事